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在最近我们就看到有项研究显示 跟睡眠相关的猝死症 是造成在一岁以下的幼儿死亡的最普遍原因之一 没错 每年国大医院的儿童急诊部都会接收多达20名 就是因为错误使用婴儿座椅或者背带而受伤 两岁以下的孩童 其实光是在去年国大医院就有三起婴儿 在睡眠当中突然死亡的案例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悲剧 那么家长在选用孕婴产品时 要注意哪些安全隐患的 我们就有两位嘉宾来到节目现场 欢迎国大医院小儿与青少年 医药服务科主任陈宝中医生 您好 欢迎陈医生 以及婴儿用品公司的首席执行长陈维庆先生 欢迎 欢迎陈先生 请教训陈医生 我们刚才聊到婴儿的造成一些危害 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 会导致婴儿在睡眠当中容易出现这样的意外 好 婴孩通常在初期的时候 尤其他们在脑里面的那个呼吸部门 还没有完全发达 所以他们呼吸有些他们的频率不大均匀 所以睡觉的时候偶尔会停止呼吸 所以我们要小心婴孩睡眠的知识 我们知道婴孩猝食症 它肯定的原因还没有完全确定 所以可是有几个方面可以有比较高的风险 就是一个是睡眠的知识 另外一个是传电的那个柔软度 还有偶尔也是那些绒毛玩具 还是枕头也会影响到导致婴孩呼吸困难的问题 对 我们可以分开讲 比如说这个睡姿 它是有正确和不正确与否吗 对 从90年开始到现在 很多这种婴孩猝食症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 因为很多父母亲现在知道 躺着睡就是说仰卧着睡会比较安全 你趴着睡还是你侧着睡 很多时候会影响到婴孩呼吸的问题 对 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表 就是在上面这个仰卧是最标准的姿势 那刚才医生你也提到说 跟这个床褥本身它的软硬也有关系 对 因为婴孩尤其初期的 他们的颈项的肌肉还没有这样发达 所以偶尔如果它的床垫比较暖的话 尤其趴着睡还是侧着睡 偶尔它的脸如果靠在那个床垫上面 偶尔会窒息 那一般上我们说婴儿的时候 通常会就是包住它 还有墙包这样 那它就不会翻来翻去 对 可是看通常如果躺着睡 如果你包着它的话 它就不会动来动去 可是如果你趴着睡 如果还是包着它的话 危险就在 由这个图片所显示的 如果它躺着睡 他们这么口腔里面的分泌物 会进去它的食道 如果你趴着睡的话 它们的分泌物 有可能会进去它的气管 对 气管的阻塞到 所以这个危险 而且刚才 小宝宝还不会咳 吐出来 对 它弄不出来 是的 因为刚才医生你提到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在那个宝宝的床上 旁边有一些玩具 是不是如果测睡的话 可能动到那些玩具的风险也比较大 对啊 所以最好是不要有太多那些玩具在 尤其初期的银行旁边 不然的话会盖住它们的脸也是会窒息 对 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运营产品 那例如说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下这个背带 这可能是很多种当中的一种 对 所以这个背带的正确的使用方式 也请陈先生再帮我们提醒大家一下好吗 消费者购买这些婴儿背带之后 要注意一些重要点 第一就是 这些产品是适合年龄三个月以上的婴儿才用的 第二点就是 看着包装上面所拥有的资料以及那个标签 这些都很重要 因为会显示它年龄 重量以及那个体积 来让你选择最适当的产品给你的婴儿 当然买了产品之后 最要紧就是要看那个说明书 怎么样的去组装 以运用那个产品 如果组装的不对的话 或者是用途不妥当的话 就会导致一些危险 是 其实你觉得像这种看起来我们看起来好像还蛮复杂的 好像军人这种当兵 他跟简单讲我跟我们最传统那种沙龙吊带 最大的区别会在哪里 以前的很多人都有用到那个传统的沙龙 就抱在这里的这种 其实用这个传统的沙龙有一些危险性 第一就是万一父母亲没有绑好那个沙龙的话 婴儿可能会掉出来 那是很危险 第二个就是婴儿包着在沙龙里面 包得太密的话 呼吸的空间就减少了 这变成这个呼吸的问题 如果是比起现代的婴儿背带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反而更加的安全以及舒服 问一下那个宝宝的脸是朝内或是朝外 有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朝内好像感觉到这个呼吸会比较不舒服 其实婴儿背带您可以用几个方式 可以朝外或者是朝内都是可以运用的 只是说如果是比起传统的沙龙的话 没有那么的风险包着那个脸 所以其实两个方式都可以的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们之前看到 这个很不幸的新闻事件 就是有一名三个月大的男婴 在喝完奶了之后 被放回他的沙龙里面熟睡 结果没有想到妈妈在三个小时之后 就发现宝宝已经不省人事了 所以这是不是跟这个小宝宝 他在躺着的角度有关 例如说好像以这样子的一个躺意为主好了 来 以这个作为例子 可能宝宝躺住的时候 角度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健康的可以维持的角度吗 通常看婴孩他几岁 然后他的成长的方面是几岁 如果是好像三到四个月 他们的头可以控制的话 那个颈项的控制 通常这种婴孩仪都没问题 最重要是不要给他做得太久 因为尤其要有观察 就是说妈妈不可以走开 不然偶尔婴孩会掉下来 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会翻动 对 也会 那陈医生有一种说法说 像这种因为很软 几乎没有什么支撑 那这样的会不会把宝宝的头骨睡 对 因为它可能会滑着 会睡变形或这样 通常如果是暖的就不会变形 通常婴孩的头骨 如果睡在比较硬的地方 会睡扁吗 会啊 真的会 因为通常婴孩的头骨比较暖 所以它的形状还没有完全变圆 对 可是这些扁通常几个月过后 等到婴孩可以转动的话 它的头会长回来 对 会变圆 所以大家很辛苦地帮宝宝移位置 让它头长漂亮一点 其实不需要这么辛苦 如果你当时要给它转 也可以啦 就是说它没有这样变 可是过后如果你不转的话 它自己也会变圆 那为什么说这种器具 对婴儿的脊椎骨也会有影响呢 因为通常婴孩 他们在睡睡眠的姿势 有些时候他们的脊椎骨在发展 如果它一直睡在一个很暖的 好像这种椅子上面 偶尔会影响他们的发展 所以大一点的孩子 通常需要自己躺下来 自己转过来 自己趴上来 所以他们要有比较多这种空间来运 所以平然后硬的还是最好的 还是最好的 所以也不建议这种上面睡时间太长 对 那些那种传统的摇篮呢 那种吊篮 然后它会上下这样子摆动 那种我的建议还可以啦 可是还是很危险 因为有些我们看过在医院 也是看过小孩子从那里掉出来 会撞到脑出血 所以比较危险 知识方面也是比较紧 所以也是不要睡得太久 对 它整个在一个吊床上 小朋友是这样子的 对 就这样子 所以我的建议还是不要 尽量避免 所以这家就是给他躺在 睡在比较平寒的那种传店比较好 是 程先生 其实我们现场 只能展示这一种 我知道市场上 类似这样的产品很多 那基本上对于选购者 你们有哪些安全忠告吗 当消费者购买这些 婴儿备带的时候 当然最要紧的是 要看着那个包装上的资料 以及那个标签 来按照那些资料来决定说 这个产品是否是适合他们 不适合他们 第二个就是要考虑到 产品究竟有没有经过 国际安全测试过 它测试过的话 这种都应该是有一个 什么标志的是吧 对 一定要的 所有婴儿产品都有的 大多数都有的 如果是讲到这个婴儿备带的话 其实它的标志叫做EN13209 这个是有包括检验它的结构 检验那个重金属建议 也包括了检验它的布料 含有这个Azoidide或者是Formatideide 因为我们知道婴儿 通常会把产品塞在水里面 因为它的手脚动过以后 全部往嘴里塞 对 如果有这个测试的话 父母亲就可以比较安心地 运用那个产品 那婴儿的年龄 是不是这个背带 一定要多少月以上是吧 不只是几岁 通常是三个月以上 三个月以上 对 也是要考虑到婴儿的重量 如果太重的话 也不能够用到的 希望说通过留意这些细节 将来可以进一步的避免意外发生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 提出个人的看法 欢迎到诗诚有约 内部网页留言 好 商业资讯之后是下段内容 不要走开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